上海创意科技欧姆尼智能发球机拆箱评测 基本上都是一种挤出来或者喷射出来的一种感觉 体验并不是很好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型号给他们推荐 那么恰好学校最近采购了一台发球机 是由创意科技生产的叫做欧姆尼智能发球机 我们看一看在数字化的今天 新一代的发球机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体验 我们首先看一下开箱视频 这台发球机整个重量大概在15-16斤左右 随机带的配件就是一个适配器 150个平方球加上机球瓦 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整机的安装过程 首先是主机的安装 它这个机球槽做的还是挺人性化的 比较方便 向上一提 再向两边一般 那就完成了操作 下面是机球网的安装 其实也是比较方便 有三根铁树 我们就把这个机球网穿上去就可以了 两端就挂在球网装置的下沿 我们是可以通过它这个说明书扫码 进入它这个操作界面 发球机自带的内置球路分为单点 双点 多点 有单点技术 也有结合步伐和不同技术衔接的组合 差不多有20多种 另外还有自定义 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我们先来试一下正手工球 这是一个一型难度的正手工球 比较适合初学者 整体球呢 弧线比较高 速度呢 比较慢 而且频率呢 也比较低 它这个难度等级 代表这个球速旋转 我们可以加到点难度 接下来呢 是反手工球三型难度 感觉呢 速度明显比刚才的一型难度要快 而且带有一定的上拳 接下来呢 是一个三型难度的正手位长下拳 这个来球呢 就比较接近于对手批长这一板球 从实际感觉来看呢 旋转是比较强烈的 对练习者呢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接下来呢 是一个多点的组合 我们练习一个搓测铺 搓测铺是模拟前三板阶段的一个技术组合 对发酵机发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比如旋转 弱点 速度 频率等等 这些复杂的组合计列 在同价位的发酵机 我是第一次见到 目前来看 只有创意科技的这台欧姆尼 实现了这个功能 整体体验还是不错的 最后啊 做一下总结 首先这款发酵机 与传统的发酵机相比 有着明显的优势 不仅有单点训练 它还可以结合步伐 把不同的技术 穿插到一起进行组合练习 这一点 对于练习者的单向技术 前三板技术 包括你的相识能力的提高 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而这恰恰是其他品牌发酵机 很难做的 其次 这款机器 可以与我们手机的APP相连 它的内置求入啊 厂家是不断更新的 这样可以更好地满足 我们不断提升的技术 丰富我们的列弃内容 再有啊 这款机器的颜值也是比较高 而且安装起来非常的便捷 1999元的售价 可以说是比较亲民 作为家用的性价比很高 所以也非常推荐给大家使用 好 这就是本期的评测 谢谢大家的观看